歡迎收看中午這一節節目 現在11點41分 這一節就提早了 隨時可以打電話過來 3108-3399 即打即聽 問你們想問的股份 尤其是今天的市場 鬼鬼怪怪 我想大家都看到 隔夜美股好像倒水 作別納指都要跌兩個百分點 想著今天的市場一定差 差呢 應該這麼說 好就不是好 但未至於差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早就說 低開的程度 真的比我預期之中少 會不會靠阿爺一會反常呢 你知道阿爺走過性格演員路線 他就別人升他跌 他跌 別人升 不知想怎樣 不過情況就好了 現在看看 上陣指數的確 曾經一度度升過 你真是很難不服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可以留意 當我看回恆生指數 在今天的一個高低位的情況 就出現在最低25090 最高25499 都有成400點的一個波幅 即是最高差不多去到255 即是說一度都 都試過升近45點 好了 不過現在又跌回約末 40多50點左右 其實反映了些什麼呢 內地其實就出了一些 數據上面的一些情況 包括就說 內地 九月份 社會消費品的零售總額方面 3.2萬億 按年增長了9.2個百分點 較上個月環有加快 亦都高過市場的預期 好了 這些就有一些消費零售的數據 跟手還有一些叫做工業上面 九月份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按年升了5.8個百分點 市場就預有6 不過就似乎 增長就不及市場預期這麼多 到底是不是 真的 稍有拖慢呢 在經濟活動上面 尤其是在工業方面 大家都 我想 數據上面 就很壞參半 就不是說完全英俊 當然 再看另一隻腳 是基建方面 今年首三季 那個季度上 即是季度上面的基礎建設 的投資 就增長3.3 就回落的幅度 是收窄當中的 可以說 趨於穩定 正如國統局所說 趨於穩定 但情況在於 我覺得大家可以叫做 繼續去觀望先 可能因為這些數據 再數到第四個 在GDP方面 第三季的GDP按年 增長6.5個百分點 順預期 這方面 市場大致覺得 這個電話 聽電話準備 這些數據 都是 叫做 順於預期的多 其實實質不是太靚仔 不過可能這樣做 提過 銀行做了逆回購 有300億資金流出 停了14天再做 好了 先聽電話 電話旁邊 喂 可能待會再接一接 看看電話旁邊 誰準備了 正如延續剛才所說的 人行方面 停止了14天的一個 一個逆回購 今早就放出 300億人仔 增強市場的流動性 另外再就不同日期 一個不同天期 應該這樣說 一個逆回購的市場需求 作出一個諮詢 看看會不會再放得出錢 就幫幫忙 上升指數 半日是平收 而恆生指數 曾經一度到升45點 但現時都要回落 雖然技術上 恆生指數是做出一支 叫做低開高走 因為開出價都重要 開出價是172 25172 現時你當去372 即是約我220點 一支羊竹 其實220點的羊竹 是絕對不夠猴的 過去這一浪 股市裏面大波幅 變成220點 我認為 算是 亦都這樣說 一日不到升 一日都代表 就未曾開始吃昨日之陰竹 成交普通的 四百四十二億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雖然好像在低位反彈 和好像不用跌得多 未有災難 令到大家可能有少少鬆懈 但從圖表裏面 最能夠撇除所有情緒因素 似乎在圖表上面 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收復 昨日的陰竹 同時成交不夠 另外就是 在那些成份股裏面 我們再去探討一下 影響到指數方面 bottom 5 拖累市況 匯控跌35點 騰訊跌31點 中海有跌18點 有邦跌17點 長和跌9點 帶動到恆生指數方面的股份 都是數回Best 5 建行有16點 中電有8點 煤氣有8點 你聽到中電和煤氣 可以互相都貢獻行指的 你都知道現在都不 你不是打算是見底 那平保有6點 廣交所繼續都是離奇地 這兩天都開始 做回少少社會上的貢獻 升到6點 bottom 5 現在暫時加起來 影響的跌幅 應該都有120點 top5加起來 應該只有30點 所以市場仍在跌 73點 如果要我為今天 預判 做回結論的話 我會說似乎還在254 25392 那些位置 如果這些位置 存在著 繼續都是死咬著 徘徊的話 我今天是不會加淡的 今天是不會加淡的 這件事大家去留意 所以 同時間 看著 騰訊方面也是 第一大 就是多人問的股份 也是騰訊 騰訊也是 273.4 最低位 也都是在274 樓上的位置 死它又死不去 生它絕對不是生 所以 又是要給大家一個 conclusion 就是 這類的call 我又不會叫大家去加潑 恆子也不會叫大家去加潑 因為 兩者 都是不想跌 但是你記住 這個世界 不要非黑即白 不想跌和想升 真是兩樣東西 所以 就不要想著 他說不想跌 所以 就走去做 就不是這個意思 記住 不是看到有任何利好的因素 所以大家記住 恆生指數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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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出現 目前現在跌83點 25392的位置 繼續都是失落當中 但絕對不多 好 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20大成交額榜上 跌幅比較多一點 還是 海偶跌跌2.7-8分點 以及 瑞星科技跌2.5-8分點 說真的 升的也看不到有顯著 中石花也要跌1.6 上面那隻融倉 升1.8 但是也不見得到 在內房股內有任何顯著的反彈 反正反彈我都不會相信 其餘 其餘 在升幅榜上面 個別股份 都沒有哪隻 是企理理理的大名 可以飛走了 低幅榜方面 現在華融金控和華融投資股份 相信和今早 David Webb又再提出了 大概是 26隻 29隻 就是新的不能占手名單 和華融系相關的股份 今天都是要跌 大家就自己留意著 相關的股份 都有可能要大家防一防 情況 情況就不一般 我快讀 因為不想大家錯過 但就不逐個討論 2799 華融資產管理 277 華融投資 993 華融金控 南鼎582 另外還有3376 香港 1988 民生銀行 都出埋 2098 卓2 607 封城 1141 民銀 1269 手控 1565 誠實外教育 這些都是大名 還有750 太陽能 輕業太陽能 八字頭不讀 反正八字頭本身都要 2323 港橋金融 還有衍生 6893 還有139 中國遠實力 572 未來世界金融 另外279 民眾金融 另外還有1822 宏達 其餘 百德 國際 2668 新教育 299 最後一隻 就是1282 中國金融 股份方面 就讀到這些情況 如果大家自己有拿著這些股份 我讀過我的腦都記得 分別是2277 現在跌14 993 跌14 未來世界跌13 另外就是中國金融跌11 民眾科技 跌8 剛才讀過的這些名字 全部都記入腦 全部都不好 今天都有顯著的跌幅 在這裡 好了 今天的時間 來到這裡 先 下午3點45分 再見的時候 恆生指數跌18 暫時看緊一點 繼續都是25392水平 這裡就這樣為之 拜拜